今天是2022年1月8日 两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听我说》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某宝五幅贺穗短片 《到哪了》演唱的主题曲 同时这首《听我说》是周深在2020年 发布的开年第一首单曲 周深的演唱饱含生情 将影片核心主题 《一家人全家福》传递给了善意观众 周深对歌曲《听我说》的演绎 获得了词曲作者叉叉 以及婚姻师等人的高度认可 全片本人也是 第一次听过后就已经无法自拔的喜爱了 周深对歌曲的演绎 往往很容易让人产生感情共鸣 具有很强的故事性 让人身临其境感同生受 只需要一遍就会忍不住的一起更唱了 除了《歌曲听我说》 一年前的今天 周深还发布了另外一首新歌 《天涯禁处》 这首歌曲是周深和胡夏为古专剧 《善阳妇》演唱的主题曲 很遗憾的是 《歌曲听我说》和《歌曲天涯禁处》 都曾经在主流歌曲榜单上 拿下过冠军宝座 但是至今好像都没有看到过 这两首歌曲的舞台 不过说到《歌曲天涯禁处》 小编就不得不引出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歌曲天涯禁处》 在海外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们一起看一下 2021年 周深在内地以外的地区 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成绩吧 首先看一下台湾地区 周深的歌曲在台湾音乐风云榜上 有两首冠军曲目 分别是《歌曲跳舞的月光》和《歌曲悬崖之上》 《歌曲跳舞的月光》 再绑十周三周冠军 《歌曲悬崖之上》 再绑十周单周冠军 接下来是马来西亚 在《红人音乐流行榜》中 周深有两首冠军曲目 分别是 《简》和《生活总盖金》的光亮 《歌曲简》再绑十周五周冠军 《歌曲生活总盖金》的光亮 再绑十周九周冠军 而在马来西亚《新兴音乐龙虎榜》中 《简》和《生活总盖金》的光亮 同样是冠军曲目 《歌曲简》再绑十周 并且十连冠 《歌曲生活总盖金》的光亮 再绑十周 同样也是十连冠 这就有点太豪横了 周深的热度可见一斑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大马的 《买20大咖》音乐榜 这其中周深有三首冠军曲目 分别是《歌曲》《要一起》 《生活总盖金》的光亮和光亮 而在马来西亚《FM购炫》榜单中 周深也有三首冠军曲目 分别是《歌曲》《要一起》 《绝恋》和《生活总盖金》的光亮 它们都是再版九周 同时在《FM购炫》榜单中 周深的歌曲曾经获得21次日冠军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榜单 周深的歌曲成绩一直都很优异 最后说一下新加坡 在新加坡最新龙虎榜中 周深曾经获得第二季度 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第二名 第三季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第四名 以及第四季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第五名 并且在2021全年中 周深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第二名 仅次于新加坡本土歌手林俊杰 另外周深在最新龙虎榜中 拥有两首冠军曲目 分别是歌曲《天涯兴处》和歌曲《要一起》 周深在内地以外 华语圈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周深不仅仅在内地大火 而且还把火烧到了墙外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祝福乐 peoples 请 цел arts&教育 优独播剧场上 明镜需要您的 Olymp comments